为了寻找最后一颗龙珠 悟空 杨木茶他们来找占卜婆婆 前面都是排队的人 很快轮到悟空他们了 占卜婆婆坐在一颗球上 他占卜的条件是1000万元的占卜费 或者车轮战打败他的五名战士 没有钱的悟空肯定选第二个 杨木茶和克林信心满满 他们准备三跳舞 首先是克林上场对阵吸血鬼蝙蝠 吸血鬼开打前还要跳舞一试 咦 你为什么不怕太阳 比赛开始吸血鬼继续跳舞 趁克林不注意给了一拳 占卜婆婆说你投降就给你输血 克林生气头冒喷泉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之后 被悟空嘲笑好像长了头发 于是喷得更厉害了 最后被吸血鬼一脚踢落水中 惨败便开始输血 接着杨木茶他们开会讨论 希望让乌帕和普尔当作一个人上场 他们继续对阵吸血鬼 比赛再次开始 乌帕首先用口气攻击 因为吃了大蒜所以吸血鬼受不了了 变成蝙蝠准备攻击普尔 结果刚咬下去普尔就变成刺猬 吸血鬼要崩溃了 之后乌帕摆出了十字架姿势 吸血鬼害怕想逃走 被变身成手掌的乌帕拍落水中 这场制斗结束换杨木茶上场 而占卜婆婆的第二个战士是透明人 这绝对不是作者偷懒不讲话 比赛开始杨木茶就被打 因为看不见对手 所以杨木茶只能打空气 此时克林弹悟空坐金斗云 带龟线和布马过来 而杨木茶继续被打 情况非常不妙 但是他通过声音以及移动迹象 推测出了对方的位置并踢中了 结果真部婆婆开始唱歌干扰 于是杨木茶继续被打 突然克林开始夸赞透明人 那贝贝阳当然会开心的说谢谢 于是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被揍 接着普尔和乌帕也跟着学 不过透明人再也没有上当了 终于悟空带着龟线人和布马来到现场 然后克林对布马做了一个 审核不会过还要打马赛克的事情 龟线人鼻血冲天 揽尽透明人 很快杨木茶用狼牙风风拳击败对手 木马很生气 龟线人很开心 然后龟线人跟姐姐占卜婆婆寒暄了一下 反正就是你还是那么好色吗 你还是那么爱钱吗 之类的 接着比赛继续 场地换成了恶魔的厕所 悟空还顺便蹭了一顿饭 期间占卜婆婆还测试了一下悟空的身手 杨木茶来到比赛场地 下面是猛毒沼泽掉下去就会挂掉 他的对手是一个木乃伊 全身缠满绷带的大汉 第三场比赛开始 木乃伊疯狂攻击 杨木茶险些就掉了下去 然后木乃伊让杨木茶上来 接着杨木茶使出了狼牙风风拳 因为现在只会这一招 不用的话就没机会了 结果还是被打趴下 趁着倒地的时候 杨木茶将木乃伊踢了下去 但是木乃伊用绷带又跳了上来 生气的他开始暴揍杨木茶 动画加了一段普洱救主心切的情节 然后杨木茶不肯认输 被扔下去之后 悟空用金箍棒救下了他 漫画里面杨木茶是不磨叽的直接认输 然后就轮到了悟空上场 木乃伊一开始就感受到了悟空和善的眼神 几拳下去之后悟空没事的站起来 纷纷闪过了木乃伊的攻击之后 木乃伊驱动自己的绷带 控制住了悟空 悟空一边享受泰式按摩的酸爽挤压 一边跳下去用猛毒腐蚀绷带的束缚 接着一拳打败了木乃伊 把他搬走了 第四个对手是会飞的恶魔人 一出场悟空就给了一脚 躲过恶魔人爪击之后又是一脚 顺带一提 这个恶魔人之前连续两年获得过天下第一五道会冠军 见识不妙 恶魔人准备使出恶魔光线 就是只要有一丝邪念 被招到之后就会内心膨胀爆炸而亡 不过这招对悟空完全没有效果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不相信事实的恶魔人又发射了一次 悟空还是没有任何感觉 毕竟他内心单纯头脑简单 接着恶魔人拿出自己的三叉级猛攻 悟空也决定使出全力 而恶魔人把悟空逼到边缘 不过悟空靠着尾巴从另一边上来 过了几个回合之后 悟空一脚飞踢将恶魔人踢进墙内 终于到了最后一位战士出场 一个头顶光环戴面具的爷爷 他们把场地又换回了户外 悟空觉得这个人身上的味道好怀念 归一些人也有所察觉了 占卜伯伯吃了一下点心 比赛继续 悟空率先攻击被挡住 双方僵持不下 攻防数十回合不相上下 两个人势均力敌 接着又是好几个回合之后 面具人将悟空抛向空中 并在空中将悟空击落 而悟空从地里跳出来回踢一脚 面具人利用反弹准备回击 悟空正面接下了这一招 然后面具人突然蓄力 使出了龟派气功 顿时水花四剑波涛汹涌 悟空用残影拳躲过了攻击 出现在了上方高空之中 面对俯冲下来的悟空 面具人准备再次使出龟派气功 悟空也在空中摆好了姿势 一句龟派气功 面具人吃惊的忘记出招 被悟空击中倒地 此时他突然抓住了悟空的尾巴 这个弱点他怎么会知道 于是面具人开始狂甩悟空 而五天老师已经知道面具人是谁了 并称这是一场宿命之战 然后我们插播一个片段 最后一颗龙珠在皮拉夫手中 他开发出一个反龙珠雷达的盒子 用来放龙珠 他们通过卫星看到 悟空的弱点是尾巴 于是开着新发明的机器准备去抢 回过头来悟空还在被甩 终于悟空的尾巴被甩断了 悟空痛得蹦蹦跳跳 接着面具人投降认输 并提醒悟空要注意锻炼自己的尾巴 摘下面具之后悟空才发现 原来这个人是死去的爷爷孙悟范 悟空痛哭流涕抱住爷爷 然后爷爷向师父龟仙人问好 而死去的爷爷之所以会出现 是因为占卜婆婆的能力 他能来往人间与黄泉 所以聘请了爷爷出来比赛 不过只能在人间待一天的时间 而这个爷孙对战也是他安排的 然后爷爷拜谢龟仙人教导悟空 还偷偷问龟仙人 悟空还变身吗 龟仙人说安心息怒 月亮都没了 此时乌巴觉得 应该也让悟空的爷爷复活 爷爷自己不要 因为黄泉那美女很多 果然是龟仙人教出来的 龟仙人开始后悔自己喝过长生不老药 之后爷爷准备要回去了 并好好跟悟空道别 接着占卜婆婆占卜出龙珠的位子 就在正赶来的皮拉夫车上 于是悟空就过去找他们 皮拉夫拿出了新开发的机器人 与悟空对决 动画里面悟空一开始很被动 漫画里没有那么夸张 接着皮拉夫准备抓住悟空的尾巴 用火烧掉悟空的裤子后 发现尾巴不见了 于是只能合体攻击悟空 不过被一个龟拜气功解决 然后就变身铜尿形态跑走了 结果还是被悟空拿到了龙珠 换上阿修的衣服悟空就回去了 接着悟空带着乌帕 来到了圣地卡琳塔 再次召唤出了神龙许愿 让乌帕的爸爸复活 然后悟空趁着神龙变成七颗龙珠要飞走的时候 跳上去抓住了四星球 回到占卜婆婆这边 龟谢人让悟空自己走遍世界去修炼 然后说了一堆悟空听不懂 但是很有道理的话 并约定三年后的天下第一武道会见 从第二十二届开始 由五年一次改成三年一次 龟谢人还让悟空不能使用金斗云 于是悟空就出发去了 而占卜婆婆则预言了 悟空之后会拯救世界 漫画直接进入三年后的武道会 动画开始了五集原创剧情 首先是悟空遇上金角银角大王 他们还真的有一个葫芦 不过被悟空打败了 接着悟空来到京城 替拳法家陈大拳出席御前比试 打败对手天龙之后离开 然后悟空被请到一座城堡 以打败魔戒阿修罗救出公主结束 此处跟后期魔戒设定有冲突 接着又来到一个村子 揭穿天津饭和饺子 用猪鹿蝶骗宝物费的骗局 然后悟空救下猪鹿蝶 让他改邪归正 之后救下一个欠钱的狐狸小弟 并在真不婆婆的帮助下 让他重返正道 而各方选手正朝的比赛会场出发 我是全书 下期第22届天下第一武道会见